戰狼野路土耳其 中市館被挖坑茶水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以下為你介紹三則重要新聞 戰狼野路土耳其 中市館被挖坑茶水 美中航母對陣台海 余茂春贊同美奉行戰略清晰 拒中之稀土開彩項目 格陵蘭島選舉變天 4月7日 土耳其安卡拉市府管理人員 厄茲托克在推特發布兩張施工人員 在中共大使館前畫了一個大坑的照片說 在我們的水資源迅速減少的時期 我們在中國大使館前開展工作 是為了查明 該地區居民的自來水資源被盜用的情況 不少網友調看 這個是土耳其 對中共霸權行徑的另類反擊 也有網友說 中共習慣性盜竊 可能是土耳其 懷疑中共使館 盜用了當地居民的自來水資源 所以徹查 如果熟實的話 中共的面可丟大了 翻查握茲托克的推文發現 其之前也曾多次發文 暗覆中共 在土耳其的疫苗外交 以及經濟施壓 在握茲托克發文之前 土耳其 兩個主要在野黨的重要政治人物 民族主義政黨 好黨黨魁阿克謝納爾 和左翼政黨 共和黨人民黨籍安卡拉市長 阿雅許 5日發推文紀念 巴仁鄉起義 當日是巴仁鄉起義31週年 兩人發推文說 1990年4月5日到4月6日 發生在新疆維吾爾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赫之勒蘇歐爾克 知治治州 阿克桃園 巴仁鄉的武裝暴動 是北京對維吾爾人的一場屠殺 阿雅許在推文還表示 儘管已經過去31年 但與第一日一樣 我們仍然感受到 東特厥斯坦大屠殺的痛苦 中共大使館 隨即發推文聲稱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是國際接受 而且不容爭議的事實 另一則推文說 中方堅決反對 並且強烈譴責 任何人或任何勢力 挑戰中國主權 和領土源權 中方保留作出正當回應的權利 兩則推文 坤標記了阿雅許 和阿克謝納爾 中共大使館的戰狼推文 引發土耳其推特用戶的不滿 紛紛留言質問 你打算怎樣 從家中帶走土耳其政黨領袖和市長 要將阿雅許 和阿克謝納爾 關進集中營嗎 這裡是土耳其共和國 不是香港 土耳其外交部 也在4月6日 傳喚中共駐安卡拉大使劉兆賓 表達不滿 土耳其 是新疆維吾爾人 在海外的主要避難地之一 目前估計有5萬維吾爾人 在此避難 土耳其外交部 曾於2019年2月在聲明中 痛批中國對新疆維吾爾人的暴行 強調中國當局 對維吾爾特缺人 有系統的同化政策 是人類嚴重恥辱 超過100萬維吾爾特缺人 被任意逮捕 在集中營和監獄中 遭到酷刑和政治洗腦 這個已經不再是秘密 很多非政府組織和國家 也指控中共 迫害新疆維吾爾人 將數百萬的維吾爾人 關入集中營 美國則認定 中共針對維吾爾人迫害 是種族滅絕 加拿大和歐洲一些國家的議會 也使用了這一定義 美中航母對陣台海 余茂春 贊同美鳳行戰略清晰 近日 中共遼寧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與美國羅斯福號航母戰鬥群 先後駛入南海 在台海周邊對陣 美國國務院週三重申 美國對台灣的承諾 堅如盆石 與此同時 美國國內 呼籲拜登政府 對台戰略清晰的呼聲再起 週三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奈德普賴斯 在媒體簡報會上表示 而對於中共軍方 在區域內 針對台灣的持續性威逼行動 美方高度關切 在《支持台灣關係法》等 美國長期政策的前提下 美軍營保有責任 抵禦任何可能危及台灣人民安全 社會或經濟制度的武力 或其他威逼行動 普賴斯重申 美方會持續與盟友夥伴合作 支撐彼此在印太地區 共享的繁榮 安全與價值觀 這個也包含台海的和平與穩定 本月3日 有共軍遼寧號航母 及五艘軍艦所組成的戰鬥群 從沖繩島與宮古島間 南下洗進太平洋 中共海軍隨後 於5日晚常對外宣布 該航母編隊 正在台海周邊演習 而且演習活動 或將常態化 在此期間 美國羅斯福號 航母戰鬥群 於4月4日 經馬六甲海峽 駛入南海 隸屬於美軍第七艦隊的 百克級神盾驅逐艦 約翰S.麥凱恩號 即於7號 經過台灣海峽 進行自由航行 而當時 遼寧號航母戰鬥群 正在台灣附近海域 舉行軍事演習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 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茨 日前在參加華盛頓郵報的線上活動時 提出 台海局勢非常危險 美國該考慮 放棄長期以來的戰略模糊 美國前國務卿 蓬佩奧的首席中國政策顧問 余茂春 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的觀點節目專訪時 亦表達了相同的立場 他認為 戰略模糊 是導致武裝衝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捷徑 余茂春舉例說 1950年 朝鮮戰爭爆發 就是因為美國當時 奉行戰略模糊 這樣給了中共一種幻覺 認為美國 不會對朝鮮侵略韓國的行動 進行干涉 此外 1990年初 美國的情報機關和外交人員 早就收到時任伊拉克總統 薩達姆侯塞恩 提議要進攻科威特的情報 但美國當局 只給出一個非常含糊的說法 結果助長了薩達姆的侵略野心 導致伊拉克戰爭爆發 余茂春坦言 我覺得戰略模糊 好無必要 我們應該奉行戰略清晰才對 他中知稀土開採項目 格陵蘭島選舉變天 丹麥下屬的自治地區格陵蘭島 擁有全球最大的 未開發稀土礦藏 中知稀土開採項目 成為本月格陵蘭島選舉的關鍵因素 結果支持該項目的執政黨敗選 勝出的政黨則重新反對立場 在4月6日 提前舉行的格陵蘭島議會大選中 反對黨工人黨 拿到37%的選票勝出 超過當前的執政黨 前進黨所獲得的29%的選票 7日 工人黨領導人重申 反對該島西南部 黑瓦納灣地區的大規模稀土開採計劃 格陵蘭島人已經發聲 黑瓦納灣的擴產項目 不會得到批准 黑瓦納灣礦藏的擁有者 格陵蘭礦業公司 是一家澳大利亞公司 但這家澳洲公司 由一家中國公司持有 格陵蘭礦業公司表示 此礦藏有可能成為西方世界 最重要的稀土產地 格陵蘭島人口只有約5.6萬人 但稀土資源豐富 地理位置重要 在美中對抗中 扮演重要角色 因涉及全球戰略資源的開發 稀土開採計劃 成為格陵蘭島 本次選舉的關注焦點 也引發世界關注 稀土出口 此前由中共壟斷 目前歐美澳等國 開始加強稀土開發 以擺脫對中共稀土的依賴 今年2月 格陵蘭島 中間偏右的民主黨 因反對 黑瓦納灣礦藏的 油和稀土開採計劃 推出了由三黨組成的執政聯盟 指正下中間偏左的前進黨 和另一小黨領導政府 議會同意在4月6日提前改選 前進黨主張為這一稀土開採項目 開綠燈 為格陵蘭島 最終脫離丹麥打好經濟基礎 左翼的工人黨 雖然也支持獨立 但反對開採油礦和稀土礦 擔心造成輻射 和有毒廢棄物污染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 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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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